昨天高晓松和韩庚一同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音乐风云榜启动活动 此次盛殿主打我们正青春的主题 而韩庚最近又主演了电影至青春 看来他与青春二字真是有缘 不过谈起自己的青春好像就有点不那么美好了 我觉得其实我的青春是比较残酷的怎么讲 都是在电风房度过的 除了12岁开始一直到22吧 23一直在电风房 就每天很多的故事也是发生在电风房 被打啊 就是这样有练不好拿着困的抽你 都是在那个 真打 就连刚开始去认识女孩谈恋爱也是在电风房 那所以呢男孩子比较喜欢翻腾的动作 所以呢女孩子在后面手腕 男孩子就一直在翻 做一些技巧 女孩看哇好厉害 你们青春好特别哦 这个很残酷的 因为音乐产业不景气 音乐制作人高晓松无奈一直活运于评委圈 也许是近日传出今年7月份 网络音乐即将开始收费下载的消息 高晓松表示自己将会离开评委圈 持续自己的音乐梦想 今天可能会极大的减少做评委的工作 然后其实更重要的是 只要时代好事儿来了 我不用大家不用做评委 也可以靠作品生活 我觉得评委实际上是当时真的是补贴家用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然后既然那个署长已经说了我可以靠音乐生活了 那我就好好去做音乐 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创作人来说 创作出传世作品 哪怕不传世呢 主位很多人心灵的作品 其他才是我们真的梦想和追求 而对于好友黄岐山 近期在某音乐节目中的出色表现 高晓松也表示相当兴奋 对于好友的迅速走红 他认为这一切早已注定 因为1999年我就当上黄岐山的制作人 然后这个我一直认为他是一定会出来 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说不管经过多少这个岁月 还有多少人的这个作品 因为当时他也唱了我几首作品 然后包括当时我做制作人说 邀来的汪峰的各方面的作品 也确实是我在这行业看的这么多年 我觉得缘分到了 命到了是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到了过了这么多年 他的缘分终于到了 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欣慰 我看到他在台上唱歌 想起十多年前我们在录音棚里 然后一起工作的场景是 非常的感动 就是这行业以及观众 最终还是金子最终会发光 没错 不管是为梦想实现 经历残酷青春的韩羹 还是放弃评委 这个铁办碗机 去做音乐的高晓松 有实力的人 即使大气晚成 也总能脱颖而出 做一颗闪闪发光的金子 共产生因为 等会儿含船 COME 几个人 我怎么会发光